那么我们本节课呢 来完成我们的这样一个排序 那么在Path那边啊 Path内置了一个排序的这样一个sorted 这个内置函数呢 可以帮助我们来实现这样一个排序功能 那么排序函数啊 第一个呢 接收一个我们要排序的这样的一个列表啊 所以说呢 我们把这个ncos啊 给传递进来 后面呢 它可以接上一个key 这个key呢 非常关键 key呢 它呢 可以接收一个函数 ncos呢 再复制给我们原来的ncos变量 讲实说啊 我们现在呢 只需要调用默认的sorted啊 就把这个排序给做好了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呢 就已经得到我们最终的一个排序的结果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ncos给返回 返回回来就sorted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呢 来调用一下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sorted.sort 我们把ncos呢 再给传递了 假设说啊 假设说啊 我们现在呢 已经处理完了 我们的这个排序业务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需要最终呢 把这个ncos呢 给展现出来啊 展现这个数据呢 我们再写一个sorted.sort uncos 然后呢 我们用forin 循环啊 把它给打定出来啊 uncos uncos forin forin forin叫什么呢 uncos namo 加上一个 这样的一个 我们加一个分构符吧 再加上一个uncos 加上一个number 我们直接呢 把它打印出来 再看一下结果啊 这个秀缓数啊 秀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原栏 这里的这个打印呢 给删除掉啊 然后呢我们运行看一下结果 这里会报错啊 看一下啊 哪里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错误提示啊 它说小云这个符号不支持 在两个基点之间进行这样一个运算 然后呢看一下错误的发生的地点 发生的地点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spyder文件的第38号啊 38号我们看一下在哪里 在这里啊 所以说那是sorted的函数 这里呢我们用错了 那么这里呢 就是啊 我们没有指定key函数的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我们现在呢 这个uncos的内部是什么啊 它的内部呢 是有很多个字典 对不对 你说person 他怎么拿两个字典来给你做比较呢 到底哪个字典排在前面 哪个字典排在后面呢 不知道对不对 没有办法判断 所以说啊 这个key函数的作用 就是让你呢 来指定你的这个字典里面的哪一个元素 作为比较大小的元素 只有你指定的这个元素具有这样的一个可比较性 那么这个sorted的函数呢才能生效啊 如果你不指定key函数的话呢 那么sorted呢 会认为啊 是你列表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也就是我们的字典之间相比较 但是呢 字典呢是不支持这样的一个小于符号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必须要在字典里面找到一个元素 它是支持这样的一种比较运算的 那么我们的sorted才能成功的执行 那么我们呢 现在呢 来为这个key参数来编写一个函数 好 通常这样的一个函数呢 我把它啊 叫做sorted 比如叫做种子啊 c的种子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接受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就是uncode uncode是一个字典 那么在这个sorted的内部 不管你怎么样的去计算啊 最终的我们必须要返回一个这样的一个元素 这个元素呢是必须要支持这样的一个比较运算的啊 那么假如说呢 我们现在呢 想一想啊 名字啊 我们拿出来排序不合适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应该把这样的一个观看人数拿出来排序对不对 好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面直接啊 先我们直接retainuncode 这样的一个number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完成了sorted的这个函数啊 然后呢 我们呢 把sorted的函数啊 负给这样的一个形参key sorted ok 然后复制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我们的代码 然后我们这里啊 刚刚呢 在处理完排序了之后啊 没有调用这样的一个效含数就对了 好 sorted 就这样的一个incos 加过之后啊 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别的print的语句 我们把它给比较 所以说呢 这就是我说的啊 最好呢 是尽量少在这个代码里面出现这样的print 啊 因为print呢 通常我们只是用来调试的啊 最好呢 还是用断点调试的方法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看一下 这里呢还是报错了对不对 看一下啊 有点小问题啊 就少了一个下滑线 现在呢 就啊 答应出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排序的一个结果啊 我们从这里看一看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果 咱们会发现啊 我们现在的这个排序结果呢 是有一些问题的阻断 有哪些问题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排序的问题所在啊 这个呢很重要 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啊 我们虽然用了排序啊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排序呢 是极为不规律的 首先的是什么 你看这1.1万人啊 万人在前面这个还好说啊 但是我们往后看啊 你看这里还有啊 这样的一个3.8万人 它居然排在了后面 所以说这个排序呢 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一下排序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排序的一个规律啊 很明显我们看到啊 先不考虑后面有万人这样的一个字符 我们就看啊 前面的这个数字的规律啊 前面数字规律呢 告诉我们呢 它首先排的是1的 1完了之后呢 排2啊 你看20 2020 然后彩排3 然后呢 彩排4567啊 所以说呢 首先一点啊 我们排序的方向反了 排序呢 你可以是升序排列 也可以是降序排列啊 很明显呢 它这里的排序呢 是升序排列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呢要把 第一件事情呢 是要把升序排列啊 改成降序排列 因为我们的要求啊 是人数最多的排在前面啊 所以说呢 数字越大的应该在前面 那么啊 我们现在呢 是这样的一个升序排列 那么要改成降序排列的话呢 很简单啊 在稍提的函数这里呢 它最后呢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reverse参数啊 大家看见了呢 reverse参数 这个reverse参数呢 可以颠倒排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 我们让reverse呢 等于啊 它默认准备的 那么我们颠倒一下 按照怎么去 修改了之后啊 我们再进一步看一下 这样的排序结果 是不是啊 有所改变 从这里开始看啊 现在呢 数字最大的9啊 排在前面了啊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9876 但是还是不对 对不对 你这个9人呢 它怎么排在了8424人前面了 然后呢 它居然还排在4万人的前面啊 这显然是不对的 那么我们进一步再分析一下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啊 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啊 我们在这个啊 sorted seed啊 这个总值函数里面啊 我们是直接返回的字符串 对不对 我们并不是返回的数字啊 所以说 如果你返回的是字符串的话呢 那么pass呢 它会以你这个字符串的啊 第一个字符来排序啊 所以说9最大 它肯定是排在8前面的啊 所以说呢 但是你8后面这些 还有8800的这些人呢 都没有被排进去啊 所以说正确的做法呢 应该是啊 我们应该把所有的 这样的一些字符串呢 换算成一个真实的数字啊 然后呢 我们依靠数字来排序 最终的结果呢 才是准确的啊 你比如说 举个例子来讲 只有3.3万人 对不对 我们不能够啊 用这样的一个中文的 这个3.3万人 那表示这样的一个数量啊 我们应该把这个3.3呢 提取出来 然后乘以一个1万啊 这个呢 才是最终的一个数字 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数字呢 作为这样的一个seed的种子啊 排序的结果呢 才能正确 所以说呢 我们要修改一下 我们这个sortseed的函数啊 那么我们啊 要把这个字符串变成数字啊 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 是要做什么 我们第一件事情呢 是要把这样的一个数字 能够提 从这个完整的支付串里面 把它提取出来啊 你像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 明显的不属于我们数字的啊 你必须把它给去除掉 这个时候啊 提取数字 然后呢 就想到什么 正则表达式啊 可以让我们很方便的啊 数字给提取出来 我们直接在这里写一下啊 r等于r1.2 然后呢 这个提取数字的正则表达式怎么写呢 反斜杠d啊 然后呢 由于啊我们数字是不止一个的 对不对 反斜杠d呢 只能代表一个数字啊 所以说我们后面呢 再加上一个信号啊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样的一个uncode number 传到这个正则表达式的匹配文本里面来 好 这样的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数字呢 给提取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要记住啊 我们用正则表达式啊 提取出来的这个结果 它呢还是一个文本 所以说我们必须啊 把这样的一个文本啊 转化成我们的这样一个数字啊 我们用float来转一下 为什么要float 而不用int呢 因为呢 它有可能啊 出现这样的一个小数的情况啊 举个例子来讲啊 你看冠军瑞文啊 这个主播 它下面呢 它的这个数字呢 是1.2 如果你有int的话呢 那么后面这个0.2啊 2000人啊 你都把它给告密了 但是现在呢 我们啊还没有处理完啊 为什么呢 因为呢它存在着这样的一个 有万啊 这个单位的情况啊 比如说我们提取这个1.2 1.2万人的时候呢 我们只是把1.2给提取出来 对不对 它后面的这个万啊 作为单位我们还没有提取出来 所以说呢 我们要特别啊 处理这样的一个带万字的啊 这样一种情况 这个时候呢 我们意思啊 这样的一个中文 万 它呢是 嗯啊 这样的一个uncle number 如果啊我们的这个原来的number里面 包含这个1字的话呢 我们现在需要啊 把number呢 乘以一个1.1啊 这样才对 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次负串呢 转换成个数字 然后最后呢 我们呢 就不能够把原来的文端给返回过来了 我们现在需要啊 这个number给返回过去 这样呢 那我们的这个sout sheet的函数呢 才是正确的一个种子函数啊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的正折表达式啊 对于文本的分析啊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啊 我们不仅仅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处理 HTML结构的时候呢 会大量的啊 应用这样的一个正折表达式啊 包括我们处理这样的一些啊 小的一些文本呢 我们呢 都是可以很方便的 用正折表达式呢 找到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说呢 我一再强调啊 正折表达式呢 真的很重要 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 我们更改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重新运行一下 我们的这一段代码啊 这个时候的排序结果呢 应该就是正确的了啊 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啊 比如说呢 s7全球总决赞 它呢16.1万人排在最前面 然后那是2.9万 2.6万 1.8万 1.2万啊 这都没问题啊 我们再往后看啊 全部呢都是按照一个 从大到小的顺序 在做这样一个排序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扫子函数呢 还是很强大的啊 那么我希望大家呢 不仅仅只是会用 这样一个扫子函数啊 大家以后在自己去设计 这样的一些函数的时候啊 你能不能想到啊 给别人一个啊 这样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函数 让别人呢 来决定他到底 要对哪一个内容呢 做这样一个排序啊 那么我希望大家呢 学习到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啊 你不仅仅是会用 当你自己写代码的时候呢 你还能够借鉴 然后呢 自己设计出比较好看的 或者说比较漂亮的函数出来啊 那么啊 最后呢 我们的这个打印结果啊 还不够漂亮啊 它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 它没有啊 这个主播的排名 也就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第四名第五名啊 把它给打印出来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小的功能呢 我们下节课再来完善啊 对吧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人哪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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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